好的 我们继续来共同修学 大方广佛华严经 先送开经机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池 愿解如来真实义 我们从现在开始呢 讲这个 世主妙言品的第三卷了 我们来看原文 副次 持国前踏婆王 得自在方便 设一切众生解脱门 这位持国前踏婆 前踏婆呢 以前我们讲过了 可以翻译为月神 那她得到了自在方便法门 她可以设受一切众生的解脱门 树光前踏婆王 得普见一切功德庄严解脱门 这位树光前踏婆王 他能普遍见到诸佛所修的一切功德 来庄严法身 法身是什么呢 法身是无形无相的佛的佛身 他和色身恰恰相反的 色身是有形有相的 法身是没有形的 没有相的 那这位树光前踏婆王啊 他能够普遍见到一切佛陀所修的功德庄严的法身 他得到这种解脱门 静慕前踏婆王 得永断一切众生忧苦 出生欢喜葬解脱门 这位前踏婆王呢 能永远断除一切众生的忧苦 众生有什么忧苦呢 其实啊 从本质上来说 一切众生根本没有什么忧苦 一切众生不过是在自寻烦恼 没事情找事情 没烦恼找烦恼 那这位前踏婆王呢 他能够让众生断除忧苦 让众生生出欢喜心 下一位 华冠前踏婆王 得永断一切众生邪见祸解脱门 这位呢 他能永断一切众生的邪见和疑惑 一切众生啊 为凡夫的时候 都有邪知邪见 什么是邪知邪见呢 就是不修正道 不修正法的 统统都是邪见 什么是正法呢 三无漏学是正法 这个八正道是正法 相信因果轮回 行一切善法 是正法 其余的都不是了 所以 佛陀讲的四地 六道 十二因缘 这些属于正法的范畴 那凡是不往这个正法上面 不往这个八正道上修的 不往十善业道上学的 那全部都是邪法 邪说了 都是邪见了 包括我们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 这个学历比较高的 知识水平比较高的人 有学问的人 一样也有邪知邪见 为什么呢 因为呀 这个正知正见 只有学佛法的人 那他才能够完全的具备 邪知邪见呢 不用人教 自己就会 你看那个小孩啊 不需要人教 他就会说谎 你要教他 不要说谎 你要费很大的力气 告诉他 小朋友不可以说谎哦 小朋友要诚实哦 这个你要经常的教他 那么他说谎 不用不用跟人学 他活着活着他就会了 他就自然学会了 那个脏话也是一样 骂人生气脏话 编瞎话挑拨离间 这些东西两舌恶口 不用人学 他不用有老师 故意来教他 他自然活着活着就会 贪吃好色 这些东西不用人教 可是要正知正见 戒定慧三无漏学 八正道 十善业道 这些个东西必须得有老师 必须得有善知识来给你讲解 来引导你 来历练你 所以怎么样啊 所有的众生 不管你知识水平高的 还是知识水平差的人 都是邪知邪见 那这位华冠前踏婆王 他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他要涌断一切众生的邪见和疑惑 他得到这种解脱门 下一位喜步普音前踏婆王 得如云广布 普音则一切众生解脱门 这位喜步普音前踏婆王 他呢 喜步 他喜欢跑步 普音 他又玩音乐玩的好 所以呢 他既是一位运动家 又是一位音乐家 文武双全 那他得到什么解脱门呢 他得到的是 广布三千大千世界 普师法语的解脱门 他的妙法就像 要下雨的大云一样 能够普遍的沐浴众生 滋养众生的上根 下一位是月摇动美目前踏婆王 你看这些前踏婆王 大部分都和音乐有关系 这位也是一样 月摇动美目前踏婆王 得献广大妙好身 令一切获安乐解脱门 他呢 不但眼睛美丽 全身长得都漂亮 一切众生看到他都恭敬 都喜欢 都爱慕 他呢 也能让一切爱慕他 喜欢他的众生得到安乐 下一位妙音狮子床 前踏婆王 得普散十方 一切大名称宝 解脱门 他呢 妙音嘛 妙音狮子床嘛 声音非常好 非常美 悦耳 能够像狮子床嘛 普遍十方 十方众生都知道他的名字 听到他的名称就有智慧 了生托死 朴放宝光明 前踏婆王 得献一切大欢喜光明 清净身 解脱门 这位呢 他把所有的宝贝光明 普遍的照耀一切众生 让众生得智慧 让众生有欢喜心 金刚树 划床 前踏婆王 得朴资荣一切树 令见者欢喜 解脱门 他呢 得到的是普遍滋润一切树的境界 让所有的树木都得到水分 得到养分 那么众生呢 看到了这个树 也能欢喜无忧愁 这种树呢 被他的法语 滋润过的树 那都具备了 转苦为乐的作用了 普献庄严 前踏婆王 得善入一切佛境界 与众生 安乐解脱门 他呢 善于献出种种庄严的国土或者道场 善入一切佛境界 又能献出一切的佛境界 然后除去众生的苦恼 施与众生呢 一切的安乐与解脱 好了 接下来耳识 持国前踏婆王 成佛威力 普观一切前踏婆重 而说送言 那这位呢 就是持国前踏婆王 大家要知道 前踏婆就属于东方持国天王管辖的 所以这里面的持国前踏婆王 指的是谁呢 指的就是我们看那个东方持国天王 拿着琵琶的那位 这个就指的是他 一切前踏婆都归他管联 都是在于他的管辖的 所以他就是持国前踏婆王 他呢 仰仗本师释迦摩 牟尼佛威德神力的加倍 仔细的观察一切前踏婆重 说迹来赞佛 诸佛境界无量门 一切众生莫能入 这位持国天王啊 他在定中观察众生过去的国 出定呢 又观察了众生现在的国 建国就知音了 所以怎么样啊 他知道三世一切佛无量的法门 他都知道 那么他知道的这个境界 一切众生莫能入 众生的境界 其实和佛的境界是一样的 有人说不对啊 于老师啊 众生的境界是众生的境界 佛的境界是佛的境界 你怎么能说众生的境界和佛的境界是一样的呢 因为一切都在觉中 我讲原觉经的时候提到过这个问题 众生只是表现出了烦恼像 但是这个烦恼像本身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清净圆满的觉性 所以众生的境界跟佛陀的境界是一样的 但众生表现出的是什么呀 表现出的烦烦恼恼 蒸蒸吵吵 颠颠倒倒 而诸佛境界表现出的是什么呢 是清清静静的 是无为无不为的 说他什么都没有啊 可是他又什么都有 所以这种境界呢 是你处于众生状态当中是不能理解的 那怎么才能达到佛的境界呢 那唯一的方法就是学习佛法 践行佛法 修行佛法 善事如空 性清净 善事 善事也是佛陀的十大名号之一 佛陀行八正道 正入了涅槃 他的本性像虚空一样清净 普为世间开正道 他为世间众生开出了光明 清净 向佛涅槃解脱的正道 如来一一毛孔中 功德大海皆充满 佛陀身上的每一个毛孔 都具备无量无边的功德 哪怕是一个毛孔当中的功德 那个功德都比海洋还要大 那所有毛孔的功德 那就是不可思议的了 一切世间贤利乐 佛陀要那么大功德 干什么呀 就像我们有人说 有人说 余老师我去布施 我去放生 我想求家人 这个身体好 我想让长寿 我想要赚钱 你都有自己的目的 那佛修了那么大的功德 一个毛孔就有像海洋 像整个宇宙那么多海洋 那么大的功德 一个毛孔就具备 那全身的毛孔呢 那就无量无边了 那不可思议了 我没有办法测量了 可是有人说 他要那么大功德 干什么呀 他为什么呀 一切世间贤利乐 他是为了一切世间众生 他从无量节以来 修福修会 他造下这么大的功德 像海一样的功德 那他是为了什么呢 为一切众生的解脱 此树光王所能见 这种境界是树光前踏婆王 所了悟的解脱门 世间广大忧苦海 这里又拿大海来做比喻了 我们佛经经常要拿大海来做比喻 有的时候会说 这个众生的烦恼向大海 有的时候佛法无边向大海 有的时候泛因海潮因 泛因广传十方向大海 那这里面呢 说世间广大忧苦海 这里拿众生的烦恼比喻成大海 因为咱们世间的众生啊 友情世间的众生 烦恼比大海还多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我们人生太苦了 人活在世间 80%以上都是苦的 就小的时候 或者青春期的时候 二十多岁以前 能体验到一定程度上的快乐 后来往后啊 就不断的烦恼 不断的苦 有的时候我 我看这个 这个我家也有一些亲戚 年纪到 到这个五十多岁了 他发朋友圈都是啥呀 都是在参加葬礼 他不停的参加葬礼 自己的这个同龄人啊 同学啊 同事啊 一个一个去世 比如说他去参加葬礼 他那个饭他吃的踏实吗 也不踏实了 是吧 所以怎么样啊 到了一定年纪了 完全都是苦 当然了 小时候也有小时候的苦 所以人生80%以上都是苦的 不能说没有快乐 人生是 人生之苦是十之八九 那怎么办呢 这么苦啊 回头就能觉悟 回头就到彼岸 什么是彼岸呢 彼岸就是佛的境界 那怎么回头啊 就是放下 把一切一切放下 放下了就得自在 为什么苦呢 就是因为放不下 为什么放不下呢 因为没有看破 为什么看不破呢 因为没有智慧 为什么没有智慧呢 因为你不修道啊 好了 这会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到彼岸了 首先你要修道 你得先听闻佛法 学习佛法 践行佛法 身体力行的去做 做了之后就有智慧了 有了智慧 你就把世间一切真相给看破了 看破了 你就放下了 放下了 这就叫干嘛呀 就没有忧苦了 然后你就自在了 就解脱了 所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你千万不要说哟 我最怕有人跟我讲 说于老师 我现在还有点事 我这个孩子还没大 或者是我这个生意 还得还得再撑五年 我再待五年 待过五年之后 我就好好的 要跟你学习了 我就放下一切 来好好跟你学佛法了 我说行 我等着你啊 五年啊 到现在都八年了 也没来呀 是吧 要不是哎呦 我先等我孩子再大一大的 等我攒够一百万的 等我怎么怎么样的 你千万别这么说 千里之行要始于足下 你觉得佛法好的时候 马上就要开始做了 能多做就多做 多做不了就少做 总归所有的福德大海 都是一点一滴积攒下来的 都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佛能消结 稀无余啊 刚才说忧苦啊 众生的忧苦 像大海一样 佛陀能把这个大海 给你枯竭掉 如来慈敏多方便 佛陀呀 以慈悲教化众生 怜悯众生 会用各种各样方便的法门 来帮助众生 我们学佛 学什么呢 就学习佛陀的这种 广大慈悲心 我们学佛有几个方面 要跟佛 要跟佛陀学习 咱们得知道啥叫学佛 对吧 首先学佛 学习佛陀讲的法 学习佛陀成道的过程 学习佛陀的人格 学习各种各样 佛陀的人 这个在世间所行的 各种法门和道 所以我们学佛 学的就是这些内容 那佛陀慈悲 我们就学佛的慈悲 佛陀呢 他是用慈悲心 我们也学习佛陀的慈悲心 给众生苦 给众生乐 拔众生苦 我们也得有怜悯心 同情众生的苦 可怜众生的苦 想方设法解除众生的苦 所以修道人第一个 就得有这种同理心 有怜悯心 怜悯心 我相信大家都明白 看别人受苦 你也难受 这就叫怜悯心 同情心 还有一个心叫什么呢 同理心 什么叫同理心呢 就这个人呢 他不学佛 他不信佛的时候 你也得知道 你以前也有过 类似愚痴的阶段 你也有过 你不需要站在一个 所谓的道德制高点 去指责别人 他现在不学 他缘分没到 他不懂 他造下口业 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 他不知道 你就像我在没有学佛之前 我也很愚痴啊 那个时候真的很愚痴啊 我记得那个时候 喜欢聊QQ 然后就跟一个网友聊QQ聊天 那个网友就跟我聊 我说你是做什么呀 他说他是做什么 好像自己开了一个什么 佛剧店的 这个人是开佛剧店 我说哇 你挺挣钱的吧 那时候 那时候我的思想 跟现在社会上普遍的那种 那种那种愚痴的 没有经过佛法的教化的人 想法一样 觉得哟 你这个做佛教生意的 你肯定挣钱 和尚都有钱 考佛学院都得学历可高了 和尚都开豪车 都是表面富贵 背地表面上 那个好像做佛事 实际背地里喝酒吃肉啥都干 我那个时候确实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我觉得那都是骗人的 的确我有过这样的阶段 然后这个人就跟我讲 而且那个时候什么叫皈依 什么叫居士 根本不懂 你说皈依啊 居士啊 你出家 你是和尚呀 因为完全不懂 没有任何相关的知识 全部是凭什么呀 自己的异想 完全是凭着自己的胡 胡思乱想 然后去采测 然后还认为自己认为的就是这样的 别人要别人要跟你说 根本不是这样啊 你说拉倒吧 你可别说了 你要说 你要说和尚不是这样的呀 和尚也修行 得拉倒吧 那表面修行 背地里不得干嘛呢 你看现在你跟别人聊天 他就是这么想的 为什么 愚痴 完全不懂 却认为自己很懂 我以前也有过 也有过这样的时候啊 我就跟那个人聊 然后他说 哟 他说 他说 你也信佛吧 信佛可好了 学佛吧 我说 我可不学那个啊 我说 那都是骗人的 他说 你没学 怎么知道是骗人的呢 我说 不用学 我就知道是骗人的 我说 你说那个佛 那么厉害啊 他为什么还让世界上 有残疾人呢 为什么世界上 还有贫穷的人呢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 还有受苦的人呢 佛为什么不来救啊 然后那个人说 人受苦 佛教是讲因果 这个人受苦 贫穷 残疾 那是他有过自己 过去世的因呢 他要自己救自己才行啊 我说 那就说明佛没用 自己救自己 自己活着好点 比啥都强 用他来救 那就说明他不会救人 他救不着 他没用 你看对方说 那行了 人家就说了 说行了 你不学 咱俩也 咱俩也没必要聊了 我现在聊不过了吧 怎么样 怎么样 聊不过我了吧 还是我厉害吧 对啊 我以前就是这样的愚痴 在我18 89岁的时候 我就是这样的愚痴啊 对啊 就觉得自己赢了呀 人家不跟你探讨了呀 现在和这人有联系吗 没有 没有 早就没有联系了 没有啊 所以呢 现在如果有人这样说的时候 我不会生气 你也不要说 站在一个道德的至高点上 去批判他 去批评他 不要这样讲 因为你要有同理心 你没有学的时候 也可能会有这样错误的思想 也有过 那怎么办呢 你看看能不能引导他 能不能说服他 或者能不能让他也去了解了解 甚至啊 怎么样啊 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可以 你可以用他 用你的这个一些想法 比如引起他的好奇心 因为为什么我记这件事 记得这么清楚呢 因为过后我确实啊 去思考过 他说的这个话呀 也确实让我有了一定的思考 虽然那个时候太愚蠢了 那个时候太愚痴了 眼睛上有层布还没有被揭开 那个时候确实很愚痴 所以有过短暂的思考 但是呢 还是觉得自己是想的对 还是觉得自己是厉害的 那么我们去跟别人 我刚才我说同理心 什么叫同理心呢 说这人现在不信佛 不学佛 可以啊 他可以啊 你现在他缘分不到 你劝他没有用的 而且恰恰相反 你越是那么积极的去劝他 你越是积极的去劝 那反而越引起他的反感 你不如丢给他一句 让他能引起他思考的话 不要跟他辩论 没有意义的 就像我刚才跟你说 我以前 我以前觉得自己很聪明啊 我学习很好的呀 我智商很高的呀 就你说那玩意儿 我还能被你们骗了 那个时候要是哪 要是去哪玩 去教堂 去寺院 人家给我什么都不要 我怕被你骗了 当然了 现在你去一些旅游景区 也有套路 现在你去一些旅游景区 那仍然有套路 我心想你还想骗我 你可骗不着我 你送给我什么护身符 我不要那玩意儿 你一会儿 你回头要跟我要钱了 所以怎么样啊 我们就去理解别人 这就是菩萨的慈悲 菩萨的慈悲是什么 就是明白你 明白你是怎么想的 所以现在有的人说 有的人哦 我记得 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某一个人 某一位居士请我讲课 以前啊 请我讲课呢 然后他那个 就是吃饭嘛 那我到了 接完我了 那总 比如说我下午飞机到了 那晚上总归要吃饭嘛 吃饭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找几个 找几个人来陪嘛 或者大家一起来吃饭 或者有人想见我的 或者他觉得 我请了一个老师 你们来陪我一起 跟老师吃饭 那有不信佛的人啊 有杠精啊 他觉得自己很聪明的人啊 那他上来就想 他想给你一个下马威来 他不仅不想听你讲 他还想给你讲课呢 他想什么老师 给我讲课 他给你讲讲课呢 有这样的呀 那怎么办呢 就理解他 也不用上来 就跟他搞得很敌对的情绪 我是来吃饭来讲课的 听不听是你的事情 对吧 我也没有必要在这个吃饭的这个场合呀 教训你一顿 当然了 我也不想被他教训 那我就理解他 可以给他甩两句 引起他引起他想法的 想度化 不能说想度化他吧 觉得他还有点圆 有点善根 有点善缘 就让他好好思考 给他一两句话 让他思考 觉得他没有善缘 笑一笑就好了 咱们今天 我就可以直接说了 今天咱们是吃饭来的 讲课是明天讲 今天晚上不讲课 我已经坐飞机很累了 今晚不是讲课的时候 想听课 明天可以来 就完了 就不跟他聊了 觉得他现在不到时候 就不能跟他讲了 如果觉得他还有点根气 可以点他两句 让他引起思考 让他觉得好像是这么回事 可能现在不行 一周后 一个月后 一年后 他自己去想一想 也可能还会再要来学习的 都有可能 但是总归怎么样啊 你不要太着急 不要急于求成 同时怎么样呢 要有同理心 你要理解他 你也不要生气 你说你怎么那么愚痴啊 你下地狱了 你造口业了 你怎么怎么着了 用不着 你这么说他更反感了 你看你说不过我了 又开始诅咒我了 你也确实是大可不必 所以我们学 你看如来慈敏多方便 佛陀是慈悲的 是哀敏众生 而且有各种各样的方便法门 他有很多方法 他有的时候也不直接叫化你 他有的时候反问你 你看那个《金刚经》里面 这个佛陀跟须菩提的对话 佛陀并不怎么回答他 恰恰相反 佛陀一直在反问须菩提 如来有佛言 如是 如来有佛言 如来有法言 如是世尊 如来有法言 你看 佛陀一直在反问他 他这是另外一种教化方法 然后佛陀还问他 可以以身相见如来 可以以三十二相得见 那个可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 徐普提说 是的 世尊可以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 然后佛陀说 如果三十二相能得见如来 那转轮圣王即是如来 徐普提说 不对不对 如我解佛所说义 如果我听明白了的话 那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 这么说对不对 所以你看 佛陀一直在反问徐普提 后来徐普提都给问懵了 徐普提都不敢回答了 佛陀问他 我问你 恒河里面的沙子 如来说是沙否 徐普提估计 我估计 我估计 佛陀问他说 那个恒河里面的沙子 如来说那个沙子 是不是沙子 徐普提估计都不敢说话了 大气都不敢 大气都不敢喘了 得想半天 如来说 应该说是是沙 是沙不是沙 到底 你看 佛陀没否定他 就说他回答的是对了 佛陀就用这种 启发式教学法 佛陀是用启发式教学法 来对徐普提的教学 他并不是 有的时候 他并不是直接告诉你答案的 他是一直这样启发你的 那有的时候 他是直接给你讲 你听着就行了 那我也不会问你了 那有的时候是怎么样啊 那他会喝斥你 所以他的方便法门 是非常多的 因材施教的 那我们呢 咱不敢自比为如来 那咱们学习如来呀 咱们的方法可以有很多 你对一个愿意听你讲佛法的人 就像在座的各位 你们愿意听我讲 那我就好好给你们讲 就行了 有的时候启发你们一下 那咱们这 咱们之间有点延迟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我要等半天才看到你们的答案 但是呢 对于有一些人 他不愿意听我讲 他上来就首先有一个反感的 有一个反感的情绪的人 那我是不会给他讲的 因为你越给他讲 他越反感 就得用其他的方式 用其他的方法 你看我们有的时候 以前在这个什么花椒啊 在抖音啊 是吧 有的人上来就说了 你是假和尚 我说我不是和尚 哎 他不知道怎么说了 有人说 哼 这一看呢 这个 这就是假大师啊 这什么大师呢 我说我不是大师啊 我没有觉得我是大师啊 不是大师啊 不是大师就听一听吧 是吧 或者有的人说 上来就说了 他上来 他先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认知 你一看你就不是一个修行人 我说你从哪看出来的呀 你怎么看出来 我不是修行人 你怎么看得那么准呢 你看哪看出来的呀 我得跟你请教请教吧 他一看 哎 这人还挺谦虚的 有的时候 他是一个刺头 他上来就 他上来先骂你 你的头好大 我说你男的 他比我长得好看呀 你照着镜子 不一定比我长得好看 你那么好看 怎么不开直播呀 回头到第二天晚上的时候 他突然想起我这句话了 照着镜子 好像确实也是那么回事 所以怎么样啊 这不同的方式 对待不同的人 你回头他想一想 好像也是啊 我凭什么去说人家 好好看不好看呢 我凭什么去说人家 我也不一定比别人长得好看 也是 以后啊 管管自己的嘴 有的人 他但凡有一点良知的 他有的时候 你这一句话 点到他的心头上了 怎么样啊 他有的时候 他会反过来思考的 他会去想的 除非这人没心没肺 他没心没肺 那我怼他一句 他也就不但回事了 是吧 也就无所谓了 他完全没心没肺 完全没有 完全什么都没有 没有一点汇根都没有 那就没办法了 对吧 所以如来慈敏多方便 我们呢 对待不同的人 也要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各种各样的方便法 那这是我们要学佛 也要学习佛的手段 学习佛的慈悲 学习佛的方式 那都要学习的 静目与此能身解 这位静目前踏伯王 他了解佛陀的这种境界 十方岔海无有边 十方诸和诸佛的岔海 是没有边际的 佛以智光闲照耀 那佛陀呢 用智慧光明 同时照耀十方佛岔 普世敌除邪恶剑 那他这个佛光 要照耀十方佛土 为了干嘛呀 为了让一切众生 把邪恶的支剑洗干净 此树光王所入门 这种境界呢 是树华前踏佛王 领悟的解脱门 佛于往昔无量节 修习大慈方便行 佛陀在无量节以来 就一直不断的 修习慈悲心平等心 以及各种各样 善巧方便的法门 一切世间贤为安 为安就是安慰 得到安乐的意思 那么这个一切世间 都能够学了佛法之后 就都能够慢慢的修学 不执着不烦恼放得下了 这就叫得到了 这个安慰 此道普因能误入 这种道理呢 是喜不普因前踏佛王 所了解误入的解脱门 佛身清净贤乐见 能生世间无尽乐 解脱因果次第成 美目于思善开世 佛的身相呢 是清净无比的 甭管是法身 报身还是化身 都是清净的 因为佛陀把一切的贪嗔吃慢衣 把一切业的种子 一切的染污都除掉了 只剩戒定会了 那众生就不行 众生就是污浊的 为什么呢 因为众生 这个贪嗔吃三毒没有拔掉 所以不清净 佛身清净的 佛陀在无量节是一直在修行 那凡夫呢 在无量节以来是不停的在造业 这一造业呀 就怎么样啊 他就万劫不复 你本来你是欠着债来的 你来到之后啊 活着活着 你不仅不知道去还债 你反而能不断的继续欠债 越欠越多 利滚利 所以从众生在无量节以来 一直在造业 从无始以来 一直到现在 没有停止过那造业的思想 造业的行为 所以不清净 能生世间无尽乐 佛陀呢 在友情世间 能够让大家生出无尽的快乐 你看我们讲经说法 后面都会说怎么样啊 皆大欢喜 信受奉行 那佛陀讲经说法 大家都心有感悟了 都离解脱到又进一步 能不欢喜吗 解脱次第 解脱因果次第成 解脱这件事啊 解脱你的一切业 一切因果 它不是一下子能成就的 次第成 总得经过一个步骤 经过一个时间 一步一步成就的 不是忽然成就的 可能有人会说 说不对啊 余老师 你讲的是 有人是顿那个这个 这个立根众生啊 这个马上就成就了呀 他马上成就 他为什么是立根众生啊 你也是一步一步 累劫以来 那修成的 所以他到今生 他一下成就了 他也不是今生 一下修成的 他都不是的 他之所以能成为立根众生 就说明他过去 是有无量节的修行 美目于思 善开世 这个呢 叫月摇动 月摇动 美目前踏婆王 那他呢 明白这种境界 众生迷惑 常流转啊 众生的迷惑太深了 一直在六道轮回当中啊 反复的流转 众生啊 他太迷惑了 迷而不自知 像我们在座的各位 你知道修学 你知道来学习 是你迷啊 迷 但是你知道 那这就已经进一步了 你知道自己迷了 那你就有解脱的机会 怕的是什么呢 迷而不自知 你迷了不觉得迷 那你什么时候能解脱呢 那就没有时候了 所以众生的迷惑太深 自己不知道 或者不承认 不知道迷 就不可能觉 就像你一个人犯错 你不觉得自己错了 你什么时候能改呢 你不可能改呀 你比如说你在那个农村 你在农村随地土坛 没有人觉得有什么问题 谁都那么土 到哪去了 抽那个农村 那个老汉 他抽那个卷验 抽着 就随地土坛 他会觉得自己错了吗 不会呀 他那个环境就是这样 他们那个年纪的老汉们 或者是他从小就在这个环境当中长大的 也没有人觉得有什么问题 他不知道错 他什么时候能改呀 他一辈子也不会改呀 他为什么要改呀 那没错的是改什么呀 可是如果这个老汉有一天到了 到了这个 比如说儿子 进城了 娶了一个城里的老婆 对吧 那他到他 他一到城里了 啪啪 人家往人家地板上吐口谈 那人家儿媳妇能让吗 肯定不行吧 那儿媳妇不好意思说 肯定跟老公讲了 说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你得跟你爸讲一讲 我们家这个地板 这个地砖 是吧 这么干净的 他怎么能往地下吐一口老年坛呢 那不行啊 那儿子跟他说 说农村吧 没啥事 在城市里 你看家里收拾的这么干净 一尘不染 他不卫生啊 你不能往地下吐啊 他说啊 还有这个规矩呢 以前不知道 知道了以后怎么样啊 他可能改 不是一下子就改了 但他至少 他知道要改了 他知道一步一步 都要把自己的 这个错误的习惯 不好的 这样的随地吐弹 又弹 吐 吐出来 纸包上 放到哪里去 或者怎么样丢掉 他知道了 那他是不是就有机会改掉了呀 一切众生的从迷归绝 都要有一个认知的过程 我们会跟这个过程叫觉醒 跟这个刹那叫觉醒 就是觉得自己迷了 觉得这个虚妄的世间要出离了 觉得这个世间的苦太苦了 如何解决这个苦 生从何来死往何去去思考生命的真谛了 思考生命的真实意义了 这个就叫觉醒的瞬间 有人说觉醒就是成道吗 不是 觉醒就是认识到了 就像我说的 有人告诉你 你这随地吐弹不对 你从现在开始知道了 我得我得开始要怎么能改正这件事了 这个就是觉醒 那每个人的觉醒都不一样 有的人是因为生病这个机缘觉醒了 有的人是家里出事的觉醒了 有的人是失恋了觉醒了 有的人是这个家里面给他讲的 有人遇到善知识了 给他让他觉醒了 每个人觉醒是不一样的 但终归觉醒是好的 什么是觉醒呢 就是认识到了自己现在不足 有问题 这个世间是虚妄的 或者太苦了要出离的 而众生迷惑的太深了 你不觉得自己迷了 你怎么会想要觉呢 一定是认识到了 我现在迷了 我是凡夫了 我想要解决生老病死 我要解脱人生的苦了 你才要追求这个觉 不然的话你是没有这个机会 就像天人道 天人道太快乐了 他不觉得自己迷 他也不觉得苦 他也没有什么可要解脱的 那他怎么会继续往上生呢 那有人在讲佛法 那他会想什么呀 他会他会想真的吗 他讲的啥呀 骗人的吧 你给他讲正法 他就怀疑的人就一定会多 你要给他讲邪法 他就不怀疑 他反而会觉得是妙法 你看这个世间呢 动不动就有那个 那个那个什么 这个这个班 那个班 财富学习班 数字能量密码学习班 动不动一收费 三万五万八万的 这些可以说都是邪见法 他为什么不怀疑呢 他为什么不仅不怀疑 还要花钱去学呢 那为什么有免费的 他还不想来听呢 就是因为这个众生的 这个愚痴迷惑太深了 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业障 就在六道轮回当中流转 有的时候做天人 有的时候做人 有的时候做鬼 有的时候做畜生 有的时候到地狱去了 然后啊 流转来流转去 一直在哪里流转呢 流到哪去啊 流到愚痴 愚痴障概极尖密啊 你看这句话 说的多么的严重啊 愚痴障概 这个愚痴啊 他给你形容啊 像一个密闭的盖子 非常的坚固 而且盖的非常严密 把你这个愚 像愚痴啊 这个东西 把你盖到一个容器里面一样 揭不开 太坚固了 打不破 出不来一点光都透不进来 这个盖遮住了智慧 让你愚痴 如来未说广大法 狮子床王能演唱 佛陀为这一些众生 讲了佛法 给他们破迷显正 让这些众生不愚痴 才能够显现出 自己本有的般若智慧 这么妙因狮子床前踏婆王 他能演说这种 这个这个妙法门 如来普现妙色身呢 佛陀呀 他可以普遍的在十方世界 献出各种各样方便的妙身 无量差别等众生 那么一切的这个十二类众生 他都可以平等 无差别的见到佛陀 佛陀呢 可以以各种各样的方便 平等的度化 种种方便照世间 佛陀用各种各样的方便 放出智慧般若光照耀世间 普放宝光如世间 这位普放宝光明前踏婆王 他能见到这种境界 大智方便无量门 大智 什么是大智啊 大智就是般若呀 就是大智慧 那么佛陀的方便法门呢 是无量无边 众生有什么病 佛陀就给你开什么药 你是愚痴严重啊 还是无名严重啊 还是贪心重啊 还是称心重啊 还是烦恼重啊 等等 佛陀呀 都会依根据你 给予你适合你的法门 佛为群生普开产 佛陀为一切众生开产 大智慧方便法门 入圣菩提真实行 佛陀呀 让众生进入殊胜的觉悟之道 修行真实的行门 这里面说 入圣菩提真实行 我跟大家讲啊 咱们学佛呀 真的就得记住这三个字 真实行 你不要骗自己 更不要骗别人 那么有的人呢 会会背几句经文 会打坐 然后就供高我慢了 就觉得自己可有修行了 或者自己念佛 念了五年八年十几年了 他就觉得自己挺厉害的了 这都是错误的 真实行 什么是真实行 就是真实的修行 我们的一切修行 都是为了自己的解脱 不是要表演给别人看的 所以有的时候 我怎么说呢 有一些人我会看到 确实能 我们大家你们也能看到 有一些人呢 纯属是在表演 他的所有修行 都是表演给别人看的 那不是他的真实功德 那你凭真实的道德 真实的功德 真实的学问 那才有人佩服你 况且你修行本身 也不是需要别人佩服的 佩不佩服你又怎么样呢 假使全世界的人都佩服你 但你死后下了地狱了 你也没有得到真实的解脱 佩服你那也是假的 对吧 那没有人佩服我 甚至于我的名声 臭大街了 烂大街了 没有人喜欢我 或者大家都骂我 但是呢 我腿一盘我走了 我得到了清净涅槃了 那也一样是真实功德呀 我们所有的修行 都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所以呀 你真有本事 不用怎么着自我宣传 大家自然能够看到 你十年二十年 甚至于你一辈子在做什么 有眼睛的 大家都看得到 你也能够感动他人 别人自然就知道 那即便有的时候 有一些个绯闻呢 有一些个谣言呢 那最后也是不攻而破的 也一定会不攻自破 因为谣言 它活不过你真实的修行 它谣言可能 可能传三个月 传五个月 传一年 传两年 它不会传一辈子 那你的修行呢 持续十年 二十年 五十年 那以前讲过你谣言的 信过你谣言的人 五十年以后 他会觉得自己很愚痴了 他看你的修行 一看你的 你的 那你一个人修行了五十年 那那那他往那一坐 给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对吗 那那个时候 当年传过你谣言的 信过你谣言的 诽谤 甚至于诽谤 他就诽 就是始作俑泽来诽谤你的人 他也会被你感化 他也会被你感动的 所以我们要的是什么 真实行 你只要踏踏实实的 你真实的在做这件事 你就不用怕别人说 甚至于你也不需要去广泛的 去宣传自己 好比说吧 我要去托波起实 我还要雇一个摄影师 跟着我拍我去托波起实 你要是有什么影视作品 可以 你说我们就在拍一个影视作品 那当然要拍了 可是如果你每天都在托波起实 你是根本没有必要 再搞一个摄影师 跟着你去拍你每天的托波起实 那是你的生活 你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也不必去广而告知 不用自我宣传 自然人家就知道你了 因为你真实的托波起实 你托波起实一辈子 那你想一想 你得结缘多少人呢 那自然就别人知道你了 你也不用把你这事发网上去 因为假设说 好比说我遇雷 假设我遇雷托波起实 我今天 我今天比如说在大连吧 假设我就在大连托波起实 我今天在沙河口 我今天在罗斯福一带 托波起实 明天我在解放广场一带 后天我又跑到华南广场一带 大后天我跑三八广场一带 你想一想 用个大半年 是不是整个大连人 基本上就大部分人就见过我了 因为我天天在那托波起实 我每天脱波起实 是不是慢慢的自然就大家知道我了 我还用把我这个行为发到网上吗 有人说那不对 大连的知道外地的不知道 外地的不知道 我明天去外地 我用上十年 二十年 五十年的时间 是不是全国人 基本上 百分之五十 难不过说百分之百吧 百分之三十的人与我结缘 你想在中国有多少人呢 十四亿人呢 十四亿人 百分之三十知道我 你就你就已经相当有名了 你还用刻意的跑到网上去宣传 我是个托波起实的人 那不用吗 如果你 如果你啊 非得去宣传自己 就像你说的 我还打赤脚 托波起实 非得这么宣传 说明那不是他的生活 说明他平时不这么干 为了表演 为了表演 给大家拍一个这种 告诉你看我 多精进修学 他真是这么干的 他每天就这么弄 他这么行上了十年 二十年 中国人自然就会知道 有这么一位僧人 不用他自己宣传 他说都不用说 还用宣传吗 不用啊 他能结缘的人 那都非常非常多了 那自然是一穿是十穿 买他不用玩抖音上发 根本不需要 恰恰呀 怎么样啊 故意这么拍 还像你说的 还特意的光脚 还特意的去光脚 根本用不着 咱们这不是印度 印度人光脚 不是没有鞋 佛陀不是没有鞋 佛陀有鞋 他想穿金鞋 都有人供养他 是因为印度人 没有穿鞋的习惯 所以他那叫光脚 中国人有穿鞋的习惯 你为什么不穿鞋呢 那就是表演 咱们大家要有智慧 你要用慧眼去观察一件事 佛陀想穿鞋 有的是鞋 金鞋 银鞋 宝鞋 这个镶嵌宝珠的鞋 那个国王大臣 想捐给他 有的是 国王他也不穿鞋呀 因为印度人 他就没有穿鞋的习惯 他太热了 他们不喜欢穿鞋 所以 那中国人 中国人穿不穿鞋呀 大家都知道 从小都要穿鞋 那你是中国人 你就穿鞋就完了 那就算佛如果升到中国了 他也就不会 他也不会光脚出去脱波起石呀 所以这就干嘛呀 要表演的人 他永远只去表演 那个表面的东西 他永远只会去模仿 那个表面的形式 他永远不知道 佛陀真实的情况在干什么 他不知道 就像以前我给你们讲的 说达摩一尾渡江 他的价值是在渡江吗 不是呀 见真东渡 他的价值是在渡吗 不是呀 是在传法 所以不懂的人呢 永远只知道模仿这个外形 永远只知道去模仿这个表面的样子 就像有的人啊 他心想 哎 我也做怪 我也想希望别人认识我 我也学技工 他还拿着破扇子 到哪去 他也开始要在身上搓泥球 对 技工搓泥球 那是给人家的灵丹妙药 你那个泥球只是泥球啊 对不对 所以你模仿的 只是一个表面的一个形象 是你可以搞得跟技工长得一模一样 但你也不是技工呀 所以这叫什么呀 我们你讲的那个所谓的什么 什么模仿这个弥勒佛的 模仿技工的 模仿这个 所谓的这个 这个光脚脱波起石的 模仿行脚 模仿这个模仿那 他只是模仿一个外在 只是模仿一个形象 你外形 外在的这些形式 你模仿的在相都没有意义 你没有体现出他的 他的真实的内核 佛陀在干什么 佛陀为什么脱波起石 佛陀不白吃人家饭 从来他佛陀起完时 都要给人讲法 你呢 你去脱波起石 你给人讲了什么法呀 你传了什么法呀 人家听了没有啊 有没有真实的效用啊 他有没有以后就跟随你学习啊 这都很重要的 这才是脱波起石 实际上要做的这件事 佛陀脱波起石 不是为了 不是没有饭吃 他要供养王公大臣 他要吃饭有的是 想吃什么锦衣玉食都有 他不是要 不是没有饭吃 僧团也不是没有饭吃 脱波起石 就是为了与众生结缘 要怎么叫化缘呢 化缘 就是变化诸缘 没有缘怎么办呢 我来化这个缘 我要变化出各种各样的缘 所以以这个跟你讨饭的样子 以这种讨饭的样子来干嘛 来给你不失的机会 而且我不白吃你的饭 你把饭供养给我了 我要给你讲法 你有什么苦难 你有什么心里面解不开的 你有什么想法 我都能帮你解答 人家是干这个活的 那佛陀是来教化众生的 是以脱波起石这种形式 也告诉他弟子们 与众生结缘 教化众生的 那你只是光着脚 拿个波 跟人家要饭 你也不传法 你也不讲法 你讲了人家也不爱听 那你是什么呢 你就只是要饭的 那就只是 很单纯的要饭的 所以我们讲真实行 我们学佛法 学的是佛法当中的真实行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包装一个外壳 有的时候是需要的 但你包装这个外壳 不能仅仅包装外壳 你得知道你真实的 你这件事你要体现什么价值 它的真实价值是在干嘛 此金刚床善观察 这种道理呢 是金刚华树床 前踏婆王 他观察而明了的道理 一刹那中百千节 我们这一辈子呢 觉得时间很长 八九十年一百年 可是在佛呢 看来呢 不过是一瞬间一刹那 在这一刹那的时间 我们好像悲欢离合 很逼真很认真 眼睛一闭了 你爱过的 你爱过你的 你的喜怒哀乐 悲欢离合都不见了 还别说等闭眼睛的时候了 就如果你现在是四十岁的人 你四十岁以前呢 爱过的 恨过的 有过的悲欢离合 都在哪里呀 都消失了 你以前暗恋别人的那个情感 你甩了别人 别人的痛苦 全部都消失在沉烟当中了 都没有了 所以说一刹那中百千节 在佛的眼中啊 一刹那百千节 佛力能现无所动 佛的微神力 能把百千节收为一刹那 把一刹那放为百千节 他有这样的妙用 等以安乐施群生 佛陀平等的施予安乐 给一切众生 你看我们大家学佛法 我们学到的佛法 都是一样的 佛经我们读到的 都是一样的 你能吸收多少 你能学习多少 或者是你愿不愿意学习 那就看你自己 佛陀教化众生是平等的 是平等的给予一切众生的 此乐庄严之解脱 那普献庄严 前踏婆王 他得到这种解脱门 好的 我们再讲一段啊 父次 那接下来讲纠盘图了 刚才讲的是前踏婆王 接下来讲这个纠盘图王了 那纠盘图王呢 是增长天王管理 那纠盘图鬼啊 就是增长天王啊 他来管理这个的 父次增长纠盘图王 得灭一切 怨害力解脱门 那么这里面讲啊 我们以前之前讲过的纠盘图 纠盘图是什么鬼啊 东瓜鬼 那瓮行鬼 东瓜鬼 那这位增长纠盘图王呢 他就是专门管理这个东瓜鬼们的 那这种鬼啊 横行霸道 不守规矩 一般呢 因气太重的人 很容易遇到他 你要被纠盘图鬼撞上一下 你不是得大病 你被这个东瓜鬼撞上一下 不是得大病 就是要遭殃 那这些东瓜鬼呢 他由南方增长天王来管理 那这位呢 增长 增长天王啊 他呢 得到的是灭一切怨害力解脱 他得到的就是干嘛呀 怨恨伤害 把他都给解脱了 那这些东瓜鬼都归他管 那他就会教化他们 他就会这个 这个这个 告诉他们 你不要去害人呢 他就管理他们 龙主纠盘图王 得修习无边行门海解脱门 这位呢 他能学习无量无边的法门 庄严床纠盘图王 得知一切众生心所乐解脱门 这位呢 他知道 那众生心里面欢喜什么 你欢喜什么法 他就给你讲什么法 饶意行纠盘图王 得普成就清净大光明 所作业解脱门 他能利益众生 众生想要什么 他都给你 他不会吝啬 他无条件的来帮助你 来解决你的问题 普遍的成就众生 当然了 他是普遍的成就众生的善业 你有恶的想法 他不成就你 你说我想害人 我想诅咒我的 我的这个仇人 他不成就你这个 可不畏 揪盘图王 得开示一切众生 安隐无畏道 解脱门 这位可不畏 他为什么叫可不畏呢 他长得吓人 他长得太恐怖了 他虽然长得难看 长得可怕 但心里面很慈悲 他愿意开示给众生 给众生开示解脱道 让众生离苦得乐 消除恐怖 当然他长得就够恐怖的了 但是你不害怕他 他就能够给你开示 消除你恐怖的解脱门 帮助你得到解脱 妙庄严 揪盘图王 得消结一切众生 爱欲海解脱门 这位能消灭一切众生的爱和欲望 让众生断欲去爱 为什么让众生断欲去爱呢 断欲去爱能解决众生的生死问题 十二因缘 第一个叫无明 一念无明起 你就堕落了 就堕落到哪啊 堕落到六道轮回里面流转 无明 那无明就是什么 不明白 不明白啥呀 不明白正道 不明白正法 不明白就胡作非为嘛 不守规矩嘛 我们读地藏经 说这个众生 这个思想啊 无不识念 无不识罪 何况自情杀害 邪淫 妄语 我估计啊 在两千多年前呢 佛陀讲这个话 出来的时候啊 大家肯定理解不了 为什么理解不了呢 在当时没有这么乱套 他们肯定说 自情杀害 邪淫 什么叫自情啊 就随便的杀 随便的这个邪淫 当时的人肯定想象不到 说随便邪淫呢 说想跟谁就在一起 想跟谁上床 就跟谁上床 那哪可能啊 那不是 那不是没有道德了吗 你看现在是不是就想跟谁 就跟谁呀 是不是啊 你拿着手机 那个叫什么 什么叫什么 什么什么交友软件 是吧 那两个人只要 只要发个照片 互相看对眼了 见面开房间就可以 自情邪淫 是不是现在就是这样啊 自情邪淫 想跟谁就跟谁 什么有老公啊 有老婆呀 没人管你这事 自情杀害呀 怎么叫自情杀害 现在是不是在自情杀害呀 你看看那个 那个那个屠宰场啊 现在全部机械化管理 啊 那个机呀 压呀 晚上一挂 啊 那个那个那个机器呀 他不管 他没有情感 他不管你的喷不喷血 也不管你叫不叫 到来这就给你来一刀 来这就给你来一刀 机器杀 是不是自情杀害呀 自情杀害 邪淫 地藏经里面是不是这么说的呀 那讲的是什么时代呀 讲的是末法时代 我们看到了 地藏经上讲的这个自情的杀害 邪淫 妄语这些事 以前2000年前的人理解不了 以前皇帝最多也就三宫六院呢 是不是 那个皇帝也就多少个妃子 他还不一定 他还不一定每一个都宠幸过 你现代人呢 现在有一些个男的女的呀 他在干嘛 我记得好多年前出了一个人叫 一个女的叫木姿美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我我我 我那个时候 我小的那个时候啊 那个木姿美呀 还很红 这个木姿美号称写性爱日记 他要干嘛呢 他说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人 男人 那我都要至少睡一个 他专门收集男人 说什么 而且先收集中国各个大学 说中国每一个大学的男生 这个学生男的 我都得至少睡一个 后来说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 管他大国家小国家 每一个国家男人 我都得都得都有过一个 专门写性爱日记 然后写这个给出名的 就这么一位 那你想一想啊 还有的男的 号称自己要睡一千个女人 在这个古代可能想你能想象吗 你不能想象的 你无法想象会有这样的人 你这个皇帝三公六院 他也不是每一个都宠幸过的 所以那个时候说自情邪淫 随心所欲的去邪淫 随心所欲的去杀害 你两千多年前 你都那个那个时候 佛陀刚讲出来的时候啊 怎么样啊 是不可能知道的 说怎么可能呢 说佛你讲这个 那个未来 未来的人会这么干吗 他们可能吗 可不可能啊 你说可不可能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有这样的行 就是有这样的事 就是有这样的行为 所以这就叫无名 因为无名 就是胡作非为 不守规矩 各种欲望啊 不断的制胜 欲就是自己想得到的 我想做的 我想得到的 我就去做 你看看现代人是不是就这样啊 什么英国啊 哪有英国 他不相信的 不相信英国呢 他是不是什么都敢干 什么都敢做 那就就自情邪淫 自情杀害 自情贪欲 像大海一样 欲望这个东西是无法填满的 我们看看那些个 完全没有信仰的老头 我那天给你们讲的 他没有信仰 他也不信英国 那个老头可能都已经丧失能力了 那他还要跑到那个舞厅里边 他搂一搂 抱一抱 摸一摸 他上 这个能力都丧失了 他还觉得我要 我要抱一抱 摸一摸 他还觉得 他还还能满足 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银念 这个邪念 这个欲望 所以怎么样啊 这种欲望 这种东西 他什么时候能满足啊 满足不了的 没有能够满足的时候 能力都丧失了 他还想要去满足呢 那你想一想 他什么时候能满足呢 没有满足的时候 那这位妙庄严 揪盘图王 他是消洁一切众生 爱玉海 他能够帮助一切众生的 爱玉海干枯掉 让大家证得清静 还有老太太呢 老太太我就 我就不讲了 好吧 老太太的事 你们自己去想吧 我就不讲这老太太的事了 因为老太太 我也不怎么接触 我也没接触过什么老太太 高峰会揪盘图王 得普献诸去光明云解脱门 这位呢 叫高峰会揪盘图王 他的智慧非常高 像高峰一样 像高山峰一样 他呢 能够普遍的献于十方法界 在一切法界当中 化现各种各样的光明云 让一切这个六道众生啊 就得到这种光明云的照耀 开智慧 下一位叫 永剑壁 揪盘图王 得普放光明 灭如山重障 解脱门 他呢 得到了普放光明的 这种境界 让一切如山般重的业障 都消灭掉 他得到这种解脱门 修道人的心 有的时候是不坚固的 为什么不坚固呢 就是因为业障太重了 业障重的人 他就会障碍修道的心 比如说吧 有的人学着学着 不想学了 懈怠了 不爱听了 或者越学越困了 学着学着 自己这个身体啊 又不好了 这就是什么呀 障碍 你一修道就来障碍 那为什么 这不是别人给你的障碍 也不是道给你的障碍 是你自己的业障 给你的障碍 业障分为四种 第一种叫业障 第二种叫暴障 第三种叫烦恼障 第四种叫所知障 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 这四种障 第一种叫业障 业障是什么呢 就是造过恶业 这些恶业形成你的障碍 暴障呢 就是过去世 造的业 引来你今生要受的果报 这叫暴障 烦恼障呢 就指的是你自己的各种愚痴 和称心脾气 把你自己的忍耐定力给消除的 所知障啊 就是你自己觉得自己比别人知道的多 自己觉得自己做的比别人都对 这叫所知障 那这些障碍啊 像山一样 这位天王啊 能够帮众生 得到这个解脱 无边静花眼 揪盘图王 得开示不退转 大悲藏 解脱门 他能够让众生 得到这个不退转的境界 他有大悲心来 普度众生 广大面揪盘图王 得普献诸去流转身 解脱门 那这位呢 他管 他也管揪盘图 他也管这些东瓜鬼 哪个东瓜鬼不守规矩 去害人了 他就知道 他就去劝他 不要再害人 而且他得到了流转身的境界 他可以流转无端 他想来 他也可以来这个世界 来咱们这个娑婆世界 生生死死 死死生生 他就在这度化众生 同时管理那个东瓜鬼们 管理这些揪盘图 让众生得到生死解脱 好了 这十位猪盘图 这个东瓜鬼王 也讲完了 而时增长 猪盘图王 成佛威力 普观一切 猪盘图众 而说诵言 增长天王 他仰仗大威 佛力的加倍 普遍观察一切的 猪盘图众 说诵 赞佛 我们把这个 这段诵 这十段诵 还不知道能不能讲完 讲多少算多少 成就忍力 世导师 佛陀呢 是成就了一切 生忍乏忍 无生乏忍 成为了世间导师 为物修行 无量节 佛陀呀 为了一切生命 为了一切众生 修行了无量大节 永离世间交慢祸 永远离开了世间的骄傲 我慢 迷惑 世故其身 最严静 所以佛陀 最清净 他得到了最清净的法身 报身化身 佛西 普修 诸行海 佛陀在过去 无量节中啊 那么 什么法 他都修行 他修行一切法门 教化 十方 无量众 那他教化 十方 无量众生啊 种种方便 立群生 他有一切的方便法门 立益众生 此解脱门 龙主得 这个呢 龙主 纠潘图王 得到的这个解脱门 佛以大智 救众生 莫不明了 知其心 佛陀是大觉者 他以大慈悲 大智慧 救度众生 佛能完全知道 每一个众生的心 种种自在而调伏啊 佛陀呢 他用各种各样的神通 自智慧 自在 那么 根据众生啊 他的需要 来救化 严床见此生欢喜 庄严床 纠潘图王 见到这种境界 生出欢喜心 神通映现 如光影 佛陀呢 随类映化的 这个随类的 这个 这个 化线 来教化众生 像光影一样 法轮真实 同虚空 佛陀讲法呀 他的这个 转 他是真实的 但是呢 你也不要执着 真实的有一个什么 可转 你也不要真实的 以为有什么众生可度 你有所执着 就变成了法执 如是处事 无殃劫 佛陀呢 一直在这个 无量大劫里面 这个教化世间 此饶意王之所证 这种境界是饶意行 纠潘图王 证得的 众生吃意 常蒙祸 众生糊涂啊 颠倒啊 看东西看不清楚啊 看不到世间的真理实相 哪都被蒙蔽了 被什么蒙蔽了呀 被自己的无名 蒙蔽了 佛光照现 安隐道 佛法 能够给我们照亮 我们的正法之道 为作救护 令除苦 佛陀作为众生的慈父 众生的导师 解除一切众生的苦 可谓能观此法门 可不畏揪潘图王 就长得很丑的那位 他明白这个法门 欲海 飘轮 聚众苦啊 欲望的海 欲望就像大海一样 一切苦都在这里啊 至光 普照 灭无余 佛陀的智慧光明 能够普照 六道 消灭一切众生的苦 集出 苦以为说法 佛陀不但是 解你的难 除你的苦 主要他给你讲法呀 他让你明白真正的世间真相啊 此妙庄严之所悟 这种境界呢 是妙庄严 纠盘图王悟得的 佛身 朴硬 无不限 佛身是十方世界 无不去的 十方一切世界 都要有佛出世 种种方便 化群生 这我就不说了 大家就 这种 这种就是太明显的 这个巨异啊 各种各样的方便 来度化众生 音如雷震 欲法语 佛陀说法的音声像打雷一样响亮 普遍的降法语 让所有人都受益 如是法门 高会入 这样的法门呢 是高峰会 揪盘图王 悟道的 清净光明 不唐发 佛的智慧 清净光明 他不会白发出来的 发了就一定要有人受益 一定要有众生得利益了 就是我们说不唐捐 唐捐就是 那个我们读那个普门品 不唐 福不唐捐 你所获得的福德 不会白白的捐掉 不会白费 唐 就是没有了 所以这里说清净光明 不唐发 他的清净智慧光明 不会乱发 不会虚发的 一发必重 消除众生的业障 若欲必令 消重障 你遇到了佛陀的 清净智慧光 无论有多重的业障 都能消除 眼佛功德 无有边 想讲佛陀的功德 那可讲不完 永必能明 此身理 永见必 纠盼图王 深深的明白 这个道理 为欲安乐 诸众生 一切众生在苦海沉沦 佛陀要让众生得安乐 修习大悲 无量节 佛陀自己受苦 想为了救众生 自己受苦 无量无边的受苦 修行 修行了无量的大劫 种种方便除众苦 佛修大悲行 用各种方便 来解脱众生苦恼 如是净华之所见 这种境界是 无边净华眼 纠盼图王见到的 明了的 神通自在不思议 佛陀的神通自在 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 其身普现便十方 他的化身 能够普现十方 而于一切无来去 他呢 虽然普现十方 但是呢 他是不来也不去 他没有从十方来 也没有到十方去 如来者 无所从来 亦无所去 佛的神通自在庙用 在道场中 不动于做 就能到十方世界 演说妙法 就像我坐在家里 我根本没动弹 你们在祖国 各地 甚至于在国外 你只要点进来 你就能看到 佛陀呢 不用网络 不用WiFi 不用手机 佛陀就能做到 十方世界众生 不起于做 都能见到佛 都能闻到法 此广面王 心所聊 这种境界 是广大面 纠盘图王 所得到的三昧 所了解到的 解脱道理 好了 我们看 纠盘图王 这个四大天 那个四王八部众 我们现在呢 讲了两个了 那剩下的呢 我们下一集再讲 我们看到 讲了这么多了 我们看 大家有没有发现 一个问题啊 佛陀特别会 起名字 这些个 纠盘图王也好啊 这个天王也好 天人道的 犯天众啊 等等啊 他们本身 都是大菩萨化现的 他们本身 没有什么名字 这些名字 都是佛陀给起的 有人说佛陀 为什么给他们 这么起名 根据他的特点 你看他们 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什么 广大面 纠盘图王啊 或者根据 他的长相 或者根据 他的形象 他的华冠 或者根据 他的功德 或者根据 他的声音等等 佛陀给起的名字 咱们大家一看到 这么多的名字 咱们记都记不住 你想编 你都编不出来 有的人可能会说呀 说瞎编呗 说有的人不信佛法 可能就会觉得 佛陀呀 讲法都在乱讲 那你给我编一个 咱们现在学 这个学这个华言经啊 如果有人不信佛法的 他来 他真正的认真的来听我讲华言的话 他就一定会赞叹 敬佩佛陀的智慧 你就算你觉得佛陀是瞎编的 你给我编一个 看看你也编不出来 而且你编着编着 你就编重复了 佛陀讲的这些 没有一个重样的 他讲的这些个天王的名字 天上的 八部的 菩萨的 罗汉的 没有一个重名的 你再让他重讲一遍 他还能给你讲出来 你拿录音机录下来 你拿录像给他拍照 你拿给他拍下来 他在重讲 他还能记住 你就算真的是 他是瞎编的 怎么样啊 你也得佩服 他这个想象力 他编的 他厉害 他的智商比你高 他的智慧比你大 你也得承认嘛 而且呀 大家有没有发现呢 你看那个外国的 美国的那个科幻片的导演 编剧们 他们的这个想象力 是不是已经非常丰富了 那个国外那种电影拍的 有的那种科幻片 想的很好的 对吧 他们的想象力就够丰富了 他们的想象力 已经很厉害了 但是他们在想 他们的想象力再厉害 就他还是要基于一个东西 基于佛经啊 基于圣经啊 基于天文学啊 基于想象 但他总得 他的想象 他有一个根基 他根据圣经去想象 根据佛经去想象 根据圣人 这个这个以前古代传下来的一些传说去想象 他还有一个根 可是佛陀讲的这些东西 或者是圣经 他讲的他没有根啊 你说他瞎编 他怎么编呢 他没有一个想象的基点 你现在这个这个导演呢 编剧啊 他们想象啊 他还要有一个根据 还有一个基点 佛陀那个时候他想象 你说他是瞎编的 他想象的 他没有基点 他怎么可能想象呢 他没有办法去想象 这些东西也不是想象能想象出来的 你就算你嘴硬非得说他是想象的 那他能想象出这么这么多个东西的 且流传了几千年 他这个智慧也值得我们学习 大家说是不是呢 所以啊 当然我们佛教徒 我只是说 对那些个不信的人 要告诉他们 你觉得他是瞎编的 他是想象 你给我编一个出来呀 你编不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 佛陀讲的这些一切都是完完全全真实不虚的 不仅佛陀所说 所言是真实的 他所行的一切功德 他所成就的一切涅槃解脱 更是真实不虚 我是鱼雷 下集再会 鱼雷作品